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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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他, 不是我, 你不要弄我 你說什麼? 殺死輪蛇 就是他媽媽 中間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沒有印象 忘了自己親手殺死輪蛇 還要把他埋在水裡 現在只有天資、地資和譚耳橋 自己知道真相 除非當時有天眼錄到整件事的經過 但是這個幻想應該沒什麼可能性 或者真的有天眼 會不會真的這麼巧? 做了這麼多年發證 我相信天網恢復 我是警察, 我相信行動最實際 康叔 蘭姨的朋友叫高安, 上次… 上次你幫蘭姨找兒子的人 我認得你 蘭姨, 你不如這樣吧 介紹一下你旁邊的兩位 你只憑聲就知道我們三個人 康叔, 你的耳朵挺漂亮的 你很喜歡拍照的 不僅是你們開眼人會拍照的 我呢 只要聽到那些雀鳥飛過 那些小貓跳過 我就會捕捉最好的時間 這麼好的快門 拍照不應該只靠肉眼 應該要靠心眼 有意思 我知道 你這麼喜歡拍照 應該拍了很多收藏 在我還沒完全瞞著 我每天都拍的 二十多年來, 風雨不改 你在這裡到處拍照 已經二十多年了 當年我還參加攝影比賽 撐得入圍, 優秀作品 那你有沒有印象二十三年前 即一九九六年的九月 在這裡附近拍過照? 你問得對 那年我就是參加比賽的 你們知道嗎? 九月份的前後 香港很多候鳥飛來的 我為了參加比賽 所以我每天都通山拍照 即是九月尾都有? 有, 我記得 那個小孩是那時候失蹤的 所以我把參賽的主題 就由沉根改為候鳥參賽 希望他就像候鳥一樣 自己貼訂回來 你有沒有保持照片? 我曬出來之後 一批就送去參賽了 如果我們可以聯絡到 當年攝影比賽的主辦單位 拿回坑叔的照片 就有機會在照片裡找到蛛絲馬跡 你們想查小孩的事? 你是什麼人? 我是西九龍創案組 高級督察國輝王 現在調查大山川水泥創屍案 我也很想幫到小孩做個破案 但是這樣 你們現在找到主辦單位也沒用 我之前也想跟他們拿回照片 打算做紀念 誰知道 他們說除了得獎之外 全部都丟掉, 沒有留下 豈有此理 連我的張張都是傑作 那你對我的心血 坑叔, 那些照片是你的心血 那你自己有沒有留下? 有, 當然有 而且是原底片 我不會丟掉自己的作品 那你可以給我們嗎? 不行 為什麼? 去年打風落大雨 水浸入屋 我們的底片 不知道被水浸成怎樣的樣子 要不然 我需要跟他們拿回照片嗎? 亨叔, 沒關係 雖然底片浸過有機會出現悶點 但是我們會嘗試收服 各位, 高Sir有請求 高Sir他們找到一批底片 裡面可能有水泥案的線索 重案組那邊已經安排人去拿一批底片 很快就會送過來 高Sir說一批底片很多都被水浸過 他初步看過 當中有不同程度的發霉 我們要準備做收服工作 那就是要清洗底片 表面的雜質和霉菌? 可以這麼說 首先要把底片放在清水裡漂洗 令藥膜有比較大的膨脹係數 方便之後清洗 然後就要放入片影液 我記得清洗底片的難度 佐於溶液的溫度也特別掌握 要控制在二十至二十二度之間 溫度太高, 底片容易溶化 溫度太低, 又會洗不乾淨 浸的時候還要很小心操作 如果溶液不均勻滲入 就會弄得一塊塊, 想救也救不回 不過, 我們還有一個大難題 高Sir說那個大謊 有成五六百銅菲林底片 一銅三十六張計算 還沒計算沒衝出來的菲林 那差不多了, 成二萬多張? 要做別說做不行, 像高Sir所說 要放棄就會想到藉口 要挑戰就會想到方法 好, Queen姐 所以我們準備我們的照片製作者 Fixer和婚禮人 那我和Howard 就檢查九六年主流有什麼底片 記住檢查清楚底片類型 出廠公司, 產地和年份各樣資料 不可以有遺留 明白 好, 開工 好 喂? Eling, 你現在在哪裡? 我不是跟你說過 我今天會拿回行李箱給你 我現在在你家裡 我放在廳還是放在房間裡? 放在哪裡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的人還沒走 今晚本來我答應了Louis 跟他出席一個醫學界的酒會 但臨時我有重要的工作人員不開 你又代我去做他的拍檔吧 我不行, 我怕我會失禮你 如果Louis身邊沒有人放著 他才會失禮 總之, 晚裝和鞋子, 袋子和首飾 我已經全套配好 你打開房門就會看到 還有一粒多鐘給你裝身 七點半, Louis就會回來接你 謝謝 Hums威九錄鏈影的照片已經送你 放在證物箱裡 因為他只在自己的箱裡 用ABC錄像先後 沒有錄到月份 而且他不確定有沒有錄亂 所以我們一定要檢查 確保無遺留 待會兒發帖的底片就要抽出來 交給Queen收服 Ocean, 你做Queen副手 至於沒有發帖的底片 就交給我和暫停檢查 檢查一下有沒有時間、日期 或者其他線索 Howard, 你負責做紀錄 把底片按時序分類 越近九月的照片越優先處理 明白, 就立刻開工 是 走了沒有?女王閉下 走了 你好 Ele Louis 為什麼你在這裡? 她臨時沒空 她叫我代她陪你去酒會 她沒有跟你說嗎? 沒有, 可能她在忙著自己的案子 連通知我都沒有時間 我不知道 她未經你同意就叫我去, 對不起 有個不好意思是我才對 對了, Queen今天要你代替 這條裙子也是Queen穿得最漂亮 我真的避不上 不過我也很擔心我會失禮你 這件事我也不知道了 不過我只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願意陪我去酒會的話 是我的榮幸, 不知道想不想臉 謝謝 怎麼這麼奇怪呢? 說上我的對話 差不多時間了, 行得了嗎? 嗯 小心 沒事吧? 沒事 行得了 來吧 來吧 娟姐, 這批底片也修復完成了 好, 那你先搞出下一批 讓我查看這批底片 看看是否能修復 再一個人再來 停 撐住這批底片 撐住這批底片 開批底片 盡量把這部分放大 是 窗口的人應該抱著小孩 前面還有一個水桶 很可能是兇手抱著小孩 想把他放畫 他人在屋裡的暗位 嘗試把光亮度和自覺教他最大 再用軟件放大的人 最重要看到他右邊的位置 讓我來教 好 是, 馬上把我股票戶口的錢 全部轉到泰國帳戶上 是, 全部 叫你做就做, 這麼多話說 西九龍創案組, 鹹耳橋先生 你涉嫌謀債中國籍小童蔡白倫 請你跟我們回去 我說了 我沒有殺蔡白倫 殺人的是趙彩蘭 你還說了很多話 你說你二三年前 去馬來西亞的領導發展 是想忘記一些不開心的歷史 那你不再說了 這次買一張去泰國的單程機票 又是為了什麼? 我朋友有急病 我不知道要探他多久 所以我買一張單程機票 那不是有問題嗎? 你不知道你要留多久 又把所有資產全部轉過去? 我們查到你已經放在手上 所有的股票和房產 然後再把現金全部轉過去 太掛街上 我朋友有急病 我不知道他用不需要現金周轉 我多拿錢過去, 以備不時之需 你也挺重有情 押了整副身家你為朋友 為朋友不是有罪, 先生 我們在你的電腦上找到你的搜索紀錄 發現你上網搜尋過 什麼國家和香港是沒有引渡條例的 對, 原來泰國剛好和香港 真的沒有引渡條例過 所以你就選了去泰國走路, 是不是? 譚耳橋 你以為趙彩蘭海馬回受損 會出現逆行性失憶 所以你利用這一點捏造口供 把殺人的罪名嫁禍給他 殺死蔡白雲歸人 根本就是你 沒有, 我沒有殺人 你不用死撐了 在案發當日有人影袋在廢安裡 有人把小孩抱進水桶 經過法證鑑別, 證實想中人就是你 根本就是你殺死蔡白雲 然後把他封在水泥裡 真兇就是你 不是我殺人, 我沒有 我要…我要醫院…我要醫院 醫院, 我… 我找了很多難以當年的訪問片段和音 全部都是鄰仔失蹤前後 斷斷真情流露感, 又不廢話 證明他幾天愛惜鄰仔 如果他真的錯手弄傷鄰仔 他一定會送他去醫院 看他還會不會滑身機 絕對不會就這樣埋了他 USB裡面的樣子我去看看 或者不同的人體會看到不同的線索 有助找出真相 好嗎? 休息一會 休息一下 你這麼久都應該夠了 警官 有這麼多時間 足夠你再度一個有豐富內容的新故事 告訴你 警官, 我不是作故事 我…不舒服 人體的構造的確很奇妙, 很難解釋 很多不舒服都未必可以馬上解釋 不過醫生已經幫你做完 所有可以做的檢查 證實你的健康狀況是完全沒問題 需要看看報告嗎? 替你介紹吧, 這位Dr.Man知心法醫 他已經判斷過譚生理的身體狀況 絕對適宜落口供 唯一擔心的就是譚生理作賊心虛 這一點, 抱歉, 沒有藥物可以提供 我都沒有殺人 你們又沒有證據, 不斷迫問我 令我很緊張氣臭 我冷靜不了下來 要作故事是要冷靜一點的 要不是錯漏百出 但是說事實, 不須要冷靜的 我真的沒有殺人了 是, 我曾經我說的話裡 有一部分是謊言 照片裡的確實是我 但是我是逼不得已的 是, 我不忍心, 我幫忙埋屍 殺人的那個由始至終是趙彩蘭 他殺完人就很害怕 他躲在我的角落裡 是這麼巧 哭得我都六神無主 你這麼說, 就是說趙彩蘭殺人 然後你幫他處理屍體? 是, 我真的不忍心見到他 因為這樣坐牢 他已經沒了一個小孩 就算查下去, 也是醫師無補 就是說, 是你把小鄰屍抱起 放進水桶 當時趙彩蘭也是在屋裡 我可憐他, 所以出手幫他 真正可憐的是你 你一個謊話接一個謊話 說到七情上面, 以為可以騙人 其實騙到的只有你自己 從一開始, 殺死蔡百倫的 不是趙彩蘭, 是你 你憑什麼這麼說? 你有什麼證據? 大氣電波可以做證 消防局的紀錄可以證 因為我查了趙彩蘭 在1996年9月25日 下午一點到一點半 上了電台接受一個直播訪問 節目結束之後 他還跟節目主持人 一起在電台運電梯 要驚動消防來救人 訪問的經過和關電梯的這段小插曲 是由節目主持人車淑嫻第二天 即是1996年9月26日 在報紙專欄上寫出來 張相認到你是1996年9月25日 下午1點35分 抱起鄰仔在水桶上賣視 但是當時 趙彩蘭剛剛在電台接受完直播訪問 還在關電梯 也就是說, 案發的時候 趙彩蘭根本不可能 在廣播上回到大山村 你根本就是一直在說謊 你以為趙彩蘭沒有了25號的記憶 你就可以把所有罪名推到他身上 不過大器、電波、節目主持和消防署 全部可以證明趙彩蘭的清白 你為了報紙蔡伯倫走失的新聞 故意安排趙彩蘭 接受不同的傳媒訪問 結果天網恢恢 你反而幫趙彩蘭製造到最確鑿 最有力的不在場證據 譚耳橋 你就是殺死蔡伯倫的真正兇手 不是, 我不是謀殺 整件事根本是個意外 那天我就像平時那樣拿飯盒給輪仔 誰知那天很扭乱, 很不聽話 不斷叫著去找他媽媽 我不懂, 我要回家 我要見媽媽 坐下 你聽話, 要不然我不讓你見你媽媽 大老成, 你不是吧 你做了一年了, 你自己想好 不然要我教你怎麼做, 好嗎 我要回家 很怕他犯罪, 我不敢躲開 就是那一刻無情力 把他推到那個角結架裡 我真的沒想過他會死掉 然後你就去附近的地盤偷水泥回廢屋 把菜是白淪用水泥封煮 我不需要有人發現 所以我們要趕在阿蘭回來才… 毀屍滅跡 禮哥 為什麼你一個人在?輪仔呢? 輪仔他出去了玩 你被他一個人出去玩? 怎麼會這麼多血? 你頭很傷? 不要… 他怎麼一個人在?發生什麼事? 輪仔他扭著也不聽話 他說要回家 他不聽我說就要衝出去 我急起來, 想拉他回來 誰知道那個人沒有情力 我把他推到我 他撞到郭鐵架, 拿了很多血 你殺了鄰居, 跟著白淪水泥堵? 誰知道阿蘭突然說要報警 我不可以坐牢 所以我一定要制止他 阿蘭跑出廢屋, 我追著他 但是誰知道追著一下 我不小心跌倒 當我想爬起來再追的時候 我就看到阿蘭才撞到 阿蘭, 我沒想過結果會是這樣的 幸好…阿蘭結果也沒事 你不是最想他被車撞死的嗎? 那就一了百了 你後來知道趙彩蘭海賣回受損 會有逆行性失憶 忘了你殺了鄰居這件事 你就騙他 說鄰居是自己走失了, 找不回 雖然趙彩蘭相信你 也聽你說沒有報警 但是你始終不放心 拍賣一警方會展開調查 所以你就離開香港 去到馬拉改名換姓 還做了豬蜜手術 這樣你就可以和你之前的身分 徹徹底底撇清關係了 直到過了這麼多年 你確信趙彩蘭 已經不可能再記得這段回憶 也不會有人再追究 你和蔡伯倫的失蹤有關 你才從馬來西亞飛回來香港 你怎麼也想不到 鄰居的鞋子始終都被發現 水泥封住的真相終於都被揭分 我都說了我真的無心 我真的沒想過殺人 是你親手把鄰居放進水桶 然後用水泥封住他 是, 我是非法處理屍體 但不是謀殺, 你最多說我無殺 你處理的不是屍體 你是生中一個人 所以不是不殺 你根本就是謀殺 你說什麼?你別亂說 蔡伯倫致死的原因 不是後頸碰到角鐵架 他是死於窒息 怎麼會這樣? 我明明是他跌倒在角鐵架上 當時會動也不動 一定死你也沒有, 他死了 小孩子骨質的猶人度比較大 他被你推跌到角鐵架上 只是頸椎骨受傷 如果你取回一點人性肯報警 他還有機會救得回 在蔡伯倫鞋骨的鼻腔周圍 他發現有水泥 在口鼻附近也有氣泡的痕跡 就是說 蔡伯倫在被你用水泥封住之前 還有呼吸 他是被你生鑿 他的真正死因是窒息 所以你不是謀殺, 是謀殺 就是因為你自私 由此至終派野禍上身 你根本沒想過要救人 如果你稍為有良知 肯認真看清楚鄰仔的賞勢 立即報警, 送他去醫院的話 他可能還有得救 但是你第一時間只打算毀屍滅跡 結果學死了一條寶貴的人命 譚耳橋, 你將會被起訴 謀殺中國籍男童蔡伯倫 天網恢恢, 無論你給得到哪裡 始終都逃不過刑責 你的自私摧毀了一條人命 摧毀了自己 你害人, 害了自己 不知道是誰 是誰 XD 你可能是個階段 也是誒 我自己想給家妻 有一個階段 吸給家妻 這也有極限 每天都誒 侍旻 哪有 其實你趕時間, 剛才應該先走了 不用問我 我為什麼趕時間? Monique今天飛嘛 她夜機, 現在更好做 還沒談得如何做? 這幾天在忙碌這件事 無法夾時間坐下來好好再聊 你真的放心讓她走? 一對好的男女關係 是大家的事事不是看不住對方 而是看著同一個方向 這個道理我明白, Monique也明白 她就是覺得她看的方向跟你不一樣 所以才弄得這麼苦惱 如果我告訴你我跟她的方向是一樣 問題只是一個望近一個望遠 你會不會這麼擔心你的朋友? 我不只是Monique的朋友 我有什麼要你擔心? 黃燈的老友, 是不是應該停止? 你也說是野機樂, 還能來得及的 我會不會這麼擔心 你也說是野機樂, 還能來得及的 你也說是野機樂 我的心情可半秒撇清 那些感覺有真心過如何確定? 公安, 航空公司打你 說我原先想坐的下午機有位 問我要不要改機票 我考慮了一會兒 如果提早就和原本的夜機 都是相差幾個小時 既然我跟你一起五年都改變不了你 就無論這幾個小時可以有什麼改變 所以我選擇了做一班飛機離開香港 無論如何會不會無論如何 但在這一刻 你和我都應該不是大家心目中 最重要的第一位 原來我真的很天真 不明白留在香港才是你最想要的選擇 無論如何, 照顧照顧照 未來的三年 我們都要習慣沒有另一半在身邊的日子 我以為自己可以很瀟灑, 誰知道… 我剛才在的士上, 我的腦子像杜帶一樣 不斷考慮我們以前所經歷過的點點滴滴 我最後才發覺, 是我高估了自己 我不可以輕易放下你 高估自己的人不只你一個, 我也是一樣 幸好你回頭回頭 要不然我要坐下一班飛機 撲過Maryland找你 你真的會撲過Maryland找我嗎? 本來也未必會 不過想想Parker的魅力這麼大 用什麼我真的失去了一個女朋友 在紅了的世界裡, Parker是第一名 但在我的眼中, 你才是第一名 而且是第一名 我稍後就電郵Parker 跟他說取消一個協議 你寧願拒絕對你本來無可抗拒的誘惑 作為你男朋友, 我應該會開心 但是作為一個體貼的男朋友 我又怎能這麼自私? 你真的捨得讓我走嗎? 捨不得, 但是這個時間 你的飛機怕車已經飛了 不止了, 我剛才原本想改夜飛機 但航空公司說我的位置已經給了一天 所以我最快要到明天下午才有機會 那豈不是無緣無故多了二十個小時? 算是優惠吧 你不後悔? 我不想你後悔 不是, 你肯體諒我的選擇 我也應該尊重你的夢想 但我不捨得你 我也不捨得 但是你對我們應該有信心 只是三年時間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三年, 是不是? 好, 剩下那二十個小時, 你想怎麼用? 我想去一些我們有回憶的地方 再在上面加一些新的回憶 那今晚就去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大拍檔 然後再去沙灘, 再上山頂提升 好 豪仔真乖 連院長也說你治理能力進步了 在這裡住了幾天, 是不是習慣了嗎? 這裡的人對豪仔很好 不過豪仔想快點回家 想快點見媽媽 豪仔什麼時候可以走? 應該不用很久 短期宿舍也不可以長住 那就好了 豪仔想快點跟媽媽一起住 是, 媽媽現在在哪裡? 她出院了, 回家了 那就好了, 家裡沒有天台 媽媽不會站高高, 很安全 那次豪仔救媽媽, 真是很勇敢 魚姐姐, 媽媽什麼時候來? 豪仔有禮物送給媽媽 是什麼? 五個橙 這裡每天都會派的水果? 有時候派蘋果, 有時候派橙 這些橙, 豪仔全部留起來了 媽媽喜歡吃橙 媽媽可以吃橙, 很開心 那蘋果就你吃? 不是啊 蘋果豪仔拿去跟明仔換 不過明仔要兩個蘋果 才想換一個橙 豪仔要挫兩個蘋果 才換到一個橙 你真的很乖 媽媽喜歡吃橙 媽媽來這裡又想吃魚 嗯 蘋果豪仔, 你媽媽害了你 我以為藏在這裡幾天 將來你就有好日子過 但是最後, 你都沒有離開我這裡 蘋果雖然是枉死 但是你終於還他一個公道 蘋果豪仔會安靜的 高Sir, 多謝你為蘋果豪仔 找到一個真相 你不僅僅只有蘋果豪仔 明明中安排你重遇好兒子 上天這份心意 你是不是應該重新考慮 是不是接受? 我不會再和豪仔在一起了 血龍於水 豪仔跟你有最親的血緣 豪仔也是你的兒子 他和鄰仔一樣 還是很想回到你身邊 豪仔是我心裡的一道疤痕 我真的不想見到他 但是如果你真的放棄 豪仔很快就會被嫌犯 他不在香港出生, 他不能留在香港 你不承認他 就要由社工帶他回內地 再交給內地的社福機構照顧 我決定了一個事, 我不會再照顧他 唯一我可以做的就是 我儲了給鄰仔這麼多年的錢 全給他了 數目不多, 但已經是我全部 保證, 就當是我對他最後的一點心意 二姐姐, 媽媽真的不要豪仔 你媽媽最近有很多東西煩 或者遲些他會改變主意 二姐姐, 不如你跟這裡的社工姐姐說 要他們讓豪仔住久一點 你不捨得這裡的朋友? 或者豪仔住久一點 媽媽會想著豪仔來接豪仔 那社工姐姐也不能做決定的嘛 政府有規矩, 姐姐她也要受規矩 你也不想姐姐被警察叔叔抓 二姐姐, 不如你幫豪仔一件事吧 怎麼了? 豪仔想跟媽媽說話 媽媽, 豪仔, 媽媽, 媽媽 豪仔要走了 謝謝媽媽那麼疼愛豪仔 豪仔很想念媽媽 很想跟媽媽永遠在一起 陪著媽媽, 照顧媽媽 媽媽有病 豪仔可以背著媽媽去看醫生哥哥 媽媽站高高, 豪仔拉著媽媽 豪仔知道媽媽不開心 一定是豪仔不乖 所以媽媽不想見豪仔 豪仔走了, 媽媽會開心的 豪仔也會開心 雖然豪仔很想念媽媽 不想跟媽媽分開 不過媽媽說過男子漢大丈夫不可以哭 豪仔沒有哭 二姐姐說 原來豪仔有個小弟子去了彩虹橋 豪仔又不在 豪仔畫了一幅畫送給媽媽 二姐姐, 哥哥會拿給媽媽的吧 豪仔留了一些水果給媽媽 媽媽喜歡吃橙 但是豪仔只有一個蘋果 明仔要我用兩個蘋果 才可以換到一個橙 豪仔跟明仔說要他給我 他不肥 豪仔, 不過媽媽教過豪仔 不可以偏食 所以媽媽也不可以偏食 媽媽要嘗嘗吃蘋果 不可以只是吃茶 媽媽批蘋果很擅長 豪仔很想見媽媽批蘋果 豪仔很想再看到媽媽批蘋果 媽媽有沒有顧著豪仔 媽媽有沒有顧著豪仔 豪仔 豪仔很想哭, 哭不哭 豪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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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仔, 怎麼你也找到豪仔呢? 差不多走了 不如進去跟朋友說再見吧 豪仔乖 豪仔真的不想離開媽媽 豪仔, 誰能幫到豪仔 豪仔不想離開 匡哥哥 豪仔 媽媽 媽媽 豪仔 你怎麼了? 乖仔 媽媽, 媽媽是來接豪仔的 豪仔會乖, 以後不累 沒有, 豪仔從來都沒事 豪仔是最乖的一個人 媽媽以後都不會丟下豪仔了 我們永遠都一起生活好不好 媽媽 豪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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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姨, 恭喜你們 豪先生, 你說得對 如果真是順明嫂的 是那天 讓我愉快了, 豪仔 我不僅僅只有倫仔一個兒子 我們有豪仔 豪仔也不會再回來了 所以我更加要珍惜 和豪仔一起的日子 豪仔如果在彩岸橋上看到 他也會替你們開心 我們失散了這麼多年 都可以遇得回 豪先生, 你和你妹妹一定可以再重聚 今天是不是我心情好呢? 四周的風景都知道特別漂亮 我想豪仔和蘭姨和你一樣 今天看到什麼都覺得特別漂亮 和親人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最好的地方 曾經有一個遺憾 竟然有機會可以重新離譜 他們都給了我勇氣和希望 蘭姨和豪仔的經歷 確實會很感人 二十三年都可以遇得回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機會 只要相信, 就人人都可以 你也相信有一天 可以找回你妹妹? 二十三年前他被人拐走了那一天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他不是被人拐走了 是有人用一支波板糖引他走 你知道, 你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我身歷其勁 阿姨… 等等 今天有沒有小朋友生日? 我生日 你叫我名字? 我叫高安, 叫三個高平安的安 要不要一起來試試? 好, 帶來吧 哥哥, 你出發了? 走god 你出發了嗎? 快點 我害怕… 你出發了嗎? 你幹什麼?你, 你的妹妹 大哥 閉嘴, 要不然打死你 刀傷了 大哥… 不准坐 接著呢? 接著他被人抓到一間小村屋 運了一間身手不劍五指的客房 大哥, 你快點來救我 大哥 大哥 我不懂, 你只幫我把糖尼放出去 不行, 他都要打我的 很大力打的 我送你把頸皮給你 但我哥哥不敢做的, 我很喜歡的 我告訴你, 你放了我 不行, 他們會把我帶進黑房 我很想念家, 很想念哥哥 你吃吧 我告訴你, 你放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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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臭女幫, 想放人走嗎? 是呀, 我沒有 沒有? 打死你… 你來吧 我靠你 我還敢不聽話嗎?你 進去 敢放人嗎?我連你也上來 你放在這兒 就是這樣 那個小女孩真的很多人跑不掉 混了一晚之後 就被拐子波帶走了 還賣給人 到現在 已經23年了 你…就是我的妹妹, 高舍 我不是你的妹妹高舍 我是拿波板凳引渠走的小妹妹 對不起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